大家好 我是鬼谷 就是他 是我哥 哈啰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台中某一家新開幕 八月才新開幕的鰻魚店 鰻魚專門專賣店 然後它的主打就是它的鰻魚是現煞 現載 現烤的鰻魚專賣店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先去吃吃看它的口感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到底真的鰻魚和假的鰻魚有什麼差別吧 Let's go We will love and let love We are free to believe We will love and let love I saw her standing in the street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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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head was down face locked onto the phone Bone And I wished I had a number saw I could be colored I know And then I thought I'd look into 剛剛我們點了夢幻鰻魚捧飯三吃三加一吃法 第一吃就是原味的吃法 第二吃就是它有加芥末跟蔥花的汁 第三吃就是有激溫泉蛋的吃法 那它的最後一吃就是三加一的汁 就是它有加港湖的吃法 我們剛剛有點了這樣的起點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蠻骨鮮鮮鮮 然後我們得餐就會來 我們要先吃 它有三吃的吃法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蠻骨鮮鮮鮮 我們先吃吃看它的味道 你知道嗎 卡滋卡滋的聲音 這個就是用烤鰻魚後剩下來中間的那個骨 一般的鰻魚它會先做個去骨的動作 然後去骨的動作 所以把中間的這個魚骨給留下來 然後把這個拿去炸它的味道 就是蠻酥脆的 這個味道很熟悉耶 我想一下什麼味道 很熟悉的味道 啊 想到了 你們有沒有吃過那種 就是以前會用到那種 古早的啦 會用到那種 就是白飯然後上面放豬油 炸豬油餅 然後撒它有點醬 那味道就是像那種 就是直接吃那種 炸炸豬油餅的味道 還蠻特別的 可是它的口感是更酥脆的 那聽一下它的咖滋感 咖滋咖滋 這個魚骨還蠻適合當下韭菜來吃的 喝一口小酒啊 然後配一個魚骨這樣子 我先吃吃看它的 第一吃原味的吃飯 它先秀它的飯 它溫起來有炭香的合法 然後搭配一點經典的醬汁 它賣應該是現成還蠻新鮮的 然後搭配一點經典的醬汁 它賣應該是現成還蠻新鮮的 它賣應該是現成還蠻新鮮的 第二吃是搭配芥末跟醬汁 芥末有別於外面生裡面 它這種是純天然 新鮮去現磨的山葵 先吃看看它的味道 它是現磨的芥末 它是現磨的芥末 不像是一般 所以沒到裡面 它那麼強 它的味道是比較溫馴的 一種芥末 吃起來會微微的聽到它一點的口感 它它的口感 它會顯現出那個 新鮮它本身的香氣跟蠻新鮮 配起來的口感 感覺是不一樣層次的 再來呢 就是第三吃 然後它是用有機的溫泉蛋 什麼東西吃 倒進去 吃起來吃看看 蛋跟蠻新鮮 它蛋跟蠻新鮮吃起來非常的結合 它蛋跟蠻新鮮吃起來非常的滑涼 它吃起來給我想 蛋非常的滑涼 然後跟那種蠻新鮮在一起非常的搭 然後跟那種蠻新鮮在一起非常的搭 再來就是第四吃 第四吃 第四吃就是 它是用柴魚高湯 然後倒入這個 蠻新鮮 吃吃看 因為剛剛 第三吃是 溫泉蛋所以是不要冰 吃完這個 吃熱的時候 你整個味道熱起來 然後茶魚 吃得到那種茶魚 開到湯的甜 然後它可以有開到那個飯 非常的順口 就是不會那麼油膩 或者味道那麼重 就是比較清淡 然後是 剛好是吃飽就是配湯 感覺是不錯的 好 剛剛已經吃完了四吃的吃飯 現在我要吃 品嘗版的第五吃的吃飯 這個吃法 叫做 蠻魚壽司吃法 先把飯給出來 先把飯給出來 這邊再放 蠻魚 放一點石蔥 先把它撒在上面 先把紅燒餅放在上面 搭配一點它的 紅薑絲 就是蠻魚壽司的吃飯 蠻魚壽司 蠻魚壽司 就是我近視乘過的吃法 蠻魚壽司 完成 OK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這家蠻魚 專門店裡的 就是華國蠻魚去投烤 然後吃完之後呢 我覺得 它跟一般 從外面吃的蠻魚飯 其實味道其實很接近 然後但是我覺得它 就是我們剛剛點了3加1的吃法 可是我們兩個人 吃完的份量 就是感覺就介於6分到7分 我覺得份量上 就覺得還是有稍微的少了一點 雖然沒有吃法 但是我覺得還OK 這個價位的話 差不多就是偏中 中上一點點這樣價格 兩個人吃完了 價格 就稍微一點點高 分量部分就是 可以再多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就像吃起來其實 如果奶奶奶奶 是算得到那 再加一點東西 可能才會吃得滿 對啊 好 我覺得吃完這樣 但我覺得還OK 如果真的對奶奶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來吃吃看這一家